晚上好 各位寸头树下的大股东们 江湖最高礼仪 散看 凌晨一点多了啊 直播一直没收拾空了 刚才剪片坐那发火呆 想了很多 想跟大家焦焦心分享一下我日常升华 我没事就升华 你们都不知道 希望大家能一边看一边就把手放到兜里边 准备好逃避的动作 最近我忙啊 孩子得带 视频得做得写 饭还得吃 这不快双十一了吗 干我们这行的这段时间不得多努力争取几个 恰饭的机会啊 那不得续命吗 反正我还有个日语课在录 我都没想到这玩意前期工作量这么大 带玩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一个小时出去运动 溜娃最近爱上踢皮球了 他就随即方向的踢 我就大范围的去捡球 每天我这手表手玩就提示消耗500大卡满满的 一大早我胡说在喘 头发全食 脑瓜直冒热乎气 我先溜娃到底谁溜谁啊 今早我回过神来了 我说 媳妇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草坪上他们带狗来玩那个飞盘 底层逻辑吃不通的啊 那可不得我受啊 没事到公司就开始一整天都是忙我的视频和我的小公司那样破事忙到凌晨一两点 眼睛根本对不上就要为止 虽然咱现在做这个事呢都是喜欢且自愿的事 当然压力啥的多少肯定也有 只是我这个人呢喜怒不幸于骰 你们都知道啊 我得意忘形啥的 那词都跟我没关系 不一杯察觉 但是呢潜意识里有自律神经那你控制不了 就比如今天晚饭刚才有人请我吃饭 我照撑了的 那家炫的 按道理吃饱撑了之后那不困吗 我回来今天到现在竟然不困 非常反常了 这算 可见压力有多大 所以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当今时代人人都有压力 解压能力 是我认为当代生存技能里面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我呢从小特别喜欢找乐子 小时候就这样 上小学时候考杂了 要挨收拾 放学路上依然可以跟同学们谈笑风声 收放自如 完全看不出来 我是一个即将面临鞭腿的一个人 这节课跟女同学交头接二 被老师说了 骂了 下一节课 抓心我内心 从头再来 这边同桌 接着闹 跟过去过往不咎 不能让上节课的事影响我这节课发挥 后来工作上呢 我也发现 改不了 一直我就坚持着这样的行动纲领 而且今天我回想回去 我感觉这是对的 对我有意义啊 成年人的压力 要么家庭 要么工作嘛 工作上肯定不少 我回想我在日本干过的工作里压力比较大的 有一段时间我干产品开发非常苦逼 因为经验不足 整个项目的日常都定得非常紧 经常会出现跟开发团队一起加班 熬夜 我不会开发 我作为负责人能做的更多的就是辅助他们 给他们送个饭啥子 有一年我记得是过年 他们熬夜加班 我去送饺子 爱心饺子 人看出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 临时出现了系统问题 大家紧急聚在一起加班 其实氛围比较沉重 大家压力比较大 我亲切的未闻到 算了 你看这一盘饺子里边这一颗破了皮 这个是不是像极了咱们那个柔弱的不堪一级的支付接口啊 他听出来了 我在讽刺他 当即放下筷子 给我干了 全神无死角的暴击马萨击帝王套 我说你那一拳力量让我心脏都差点停止了 就像昨天程序崩了之后 你桌面那转圈的图标 仿佛全世界都被按下暂停键 后来为了报复他 我在别人面前介绍他的时候 这是我的CTO CBO吧 手机bug官 好兄弟 写着一首好bug 后来跟他们对项目进度啥的口条都改了 bug写咋样呢 进度啥都正常啊 跟项目经理汇报一下了呗 就是任何时候有压力 有紧张的情绪 你也要想尽办法 找缝就松懈 后来在职场上也是 带团队 搞同事关系 协调资源 我发现都是压力 只要外界事务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会产生压力 情绪负面波动的源头就是事与愿违 我自己认为的是啊 有效的方法就是第一 降低期待值 提高宽容度 不一定大家都认可或者适合大家去模仿参考啊 简单讲 目标没达成 你就修改目标值 就是你把你的期待做成活的可调可反悔 第二 转移注意力 别再想刚才那个目标没达成的事 你目标改了呀 所以你达成差不多了 而且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而且发生了任何事的时候都保持找乐子 不找调 玩 落点没用的 以前读过一本日本的书给我留下印象挺深 叫杂谈力 杂谈就是闲聊 闲扯 这个其实很重要 有很多效果 我是希望我整个大方向啥子在保持没有崩的前提下 什么都是60分主义即可 马斯克说 这个世界其实是由草台帮子组成的嘛 我一听这话 我第一反应什么 我就是那草台帮子议员 我愿意做那草台帮子议员 放低这一块 放过自己 压力就小 压力小 自己过得就好 过得好 这一辈子才是王道 因为啥呢 我们并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 今天日本这边出个新闻 日文有一个摇滚巨星 叫英景敦斯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出发脑郁血去世 57岁的一个日本歌星 非常惋惜 他们在日本还挺红的 但是感到惋惜的同时 我在想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事情 值得我们去想 网上日本人有人说 积极的就是 虽然他人美了 但是至少他为音乐而生 为音乐而死 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也在舞台上唱歌 跟喜欢他的粉丝们在一起 他是真的是在完全在唱歌的过程当中突发的疾病 他脑干出血之后还唱了三首歌 第一首歌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他硬撑了自己唱完第二首歌 到第三首歌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自己 倒下去了 然后工作人员把他抬下去 抬下去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他真的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只是他走的确实有点早 也很意外 他们其实后边还排了好多演唱会 粉丝们的内心现在也是很崩的 所以我刚才在感慨一个什么呢 既然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不确定因素这么多 为何还要焦虑 还要有压力 尤其是面对这种跟生死相关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我们更没有必要焦虑 我总跟我身边那些哥们说 我说你们都不要 我就太焦虑 啥健康意识就什么 你才多大就开始养生 没有必要 到岁的时候老了之后 你不下意识的不自主的就会重视生活治疗 就开始养生 年轻时候你该咋长咋长 不要留遗憾 年轻时候你在意态度也没有用 我就没见过哪个老兽型是年轻人 你看我现在啥事不勉强 就由着自己来 尝火锅 我天天吃火锅 我家那边现在管我叫火锅萧雄 咖啡 我定着话口味 蒜蓉咖啡 我要高兴了 想炫富展示财力 我还要往里边加排骨 快乐 这就是快乐 生活 一点小感想吧 就剪片途中就实在憋不行了 就我一个人办公室就想说话 咋着 就分享给大家 你要觉得这几分钟听我说完了没生谎 你把禁毒条拉回去 就像我刚才说的 降低期待值 再看一次 你看你生谎们 按住啊 三连 就这么点事 我接着剪片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 关于日本的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弹幕里边私信 告诉我就这么重粉 拜拜